那接下來我們來講排列 那講排列前先介紹一下階層 基本上這個階層這個符號 它就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n階 就代表是從n乘以n-1 一路乘到1 那我們規定0階等於1 所以來5階就等於5乘以4乘以3 乘以2乘以1 那5階除以3階 把後面321除掉剩下5乘以4 可以嗎 那再來第三個蠻常用的 n階可以看成n乘上n-1的階層 你外面留一件衣服 那就是自己脫了一件 那如果留兩件衣服 是不是代表脫兩件到最後 再解釋一下 例如說5階層 等於5 乘4乘3乘到1 那5留在外面就變成5乘上4階 脫一件衣服就會少1 這階層就是少1 那也可以寫成5乘4 3乘2乘1 是不是就是要3階 這樣OK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排列 這個排列就開始講這個符號了 首先5個人中取3個人排列叫P5取3 我們先講這個符號 實際上這個符號蠻少用到的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的話 就是會這個從立體來說 來討論這個問題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A跟B跟C三個人排列 那這時候我們叫P幾 三個人裡面取三個人出來排列 叫P3取3 三個人裡面取三個出來排成一列 那這時候我們有拿幾種排法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對於第一個位置來說 有可能是A 有可能是B 有可能是C 再來第二個位置 A不能重複 所以再來是B 或是C 用掉A在第一個位置 剩下兩個選擇 那最後用掉兩個 剩下一個選擇 同樣的B再來怎麼樣 A C 用掉以後 再C再來怎麼樣 再來是A跟B 最後B 還有A 所以我們從這邊看 就知道了 這個 三個的排列就是3 乘2乘1 第一個位置有三個選擇 而且第二個位置有兩個選擇 最後第三個位置有一個選擇 3乘1 2乘1 就是我們的三階 所以三個人全部排 就叫做三階 可以嗎 三個人全部排 就叫做3乘2乘1 就等於三階層 好 寫到這裡 ok 那這個 如果你們學校有開始教 你們會發現 實際全部的人都排 就是 直接寫階層 三個人全部都排 就要三階 五個人全部都排 就是5乘4乘3乘2乘1 就是5階嗎 這應該可以想像 好 那再來 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五個人中 取三個人排列 叫做多少 P5取幾 P5取3 那P5取3 是不是代表只有三個位置 那我們用位置來想 第一個位置 這時候是不是可以用 五個人排進去 那假設用到其中一個A好了 是不是剩下四個人 最後是不是剩下三個人 可以嗎 那這時候我們就知道 所以從這邊 我們用這個乘法原理去想的話 這時候 P5取三個出來排 就叫 5乘4乘3 稍微寫一下 那如果用階層表示 就是代表說 你可以 把後面剩下兩個 補起來 多補的再除掉 多補的再除掉 那我們在寫成公式的時候 可以把它這樣寫 他可以寫成 五階層 乘到1以後 多補的是幾個 五減三的兩個嘛 對不對 所以可以寫成 五階層 除以五減三的階層 可以寫成 上面的階層 除以 上減下的階層 那另外的P5取三 就是五個裡面 從五個落下三個 因為有三個位置 所以你在排的時候 是不是有 兩種排法 第一種 來我們來整理一下 來 M個人中取N個人排列 叫PM取N 那這時候會有兩種角度來看 從這個P5取三來對應一下 這時候是從M 再乘上M-1 一直乘到M-N 再加1 那這裡正好有N個 叫做M落下N個數值 從M開始往下落 落下N個 好 那這時候也可以寫成多少 右邊有 你可以看 可以寫成M階層 再除以M-N的階層 這有一個口訣 叫做上階層 再除上 上減下的階層 好 這就是排列 那實際上P是很少用的公式 我們通常在排列時 把東西要排成一列 在有順序的時候 我們都是一個一個 用懲罰原理去做的 那基本上來說 這個排列組合就是 懲罰原理跟加法原理 這個合起來的整理討論而已 好